賴慶德有這兩個 一個是媒體 一個是司法 檢調體系 他大概啊 就能夠對全台灣的所有政治人物 或者所有的這台面人物呢 能夠做出修理 你來到重慶坦白 我是佬重慶 我們看到啊 民建黨的所謂全代會真的進行了 而且這個進行啊 還接著鄭文燦被抓 時間還真的扣得剛剛好 換句話說 鄭文燦三次被抓之後 你別以為他是為了別的政治目的 他整整的是扣著民進黨的全民代表大會 這也就是說 在他們全代會裡面啊 他們要重新做各種派系的重整和選舉 包含未來的中常委 中評委 中職委等等 以及他們的黨代表 這些重要的所謂他們的民進黨黨職 要怎麼樣分配 關鍵 都會受到這次鄭文燦被抓 而有了關鍵影響 為什麼這麼說呢 民進黨黨員呢 也大概是三四十萬左右 而且很多呢 是所謂人頭黨員 這個人頭黨員裡面呢 自然就有所謂的人頭黨員大戶 而全台灣有這個人頭黨員大戶的 大大小小加起來多少人呢 大概是近百人左右 這些有人頭黨員大戶的人 很自然而然 就是會拿到中常委啦 或者中評委啦 或者中職委啦 來自黨代表這些職務 或者他們下面的人也會自成體系 於是啊 我們才知道民進黨呢 他們幾次說要解散派系呢 就是解散不掉 就會形成啊 派系一直在那裡淋漓的狀態 可是我們也發現了 民進黨的這些派系呢 這個大小是會伸縮的 例如原來的新潮流系 事實上在成選那時候呢 還沒有那麼巨大 但是啊 到了蔡英文時代呢 新潮流系就變得非常巨大 換句話說 它是會成長的 也會有人消滅 最明白的是美利老系 現在幾乎已經完全不見了 你如果說還有誰的話 那也許就是李秀蓮 問題是派系 怎麼能有一個人就存在吧 所以實質的美利老系呢 是已經不存在了 可是在蔡英文任內呢 就有另外一個體系 是以前從來沒有的 在這時出現了 那就是蔡英文自己的 所謂蔡系了 蔡系過去八年裡面可風光了 等他真正的上台 也不過就是距今大約是五年前 換句話講 蔡系不是一下子形成的 這蔡英文執政以後呢 才形成的 可是蔡系也很快的要衰弱了 就在這一年 因為有了鄭文燦世界 蔡系當然就衰弱了 換言之蔡系其實只有風光了 大概五年左右 馬上又要往下下墜了 那麼其他幾個系呢 例如屬於3D電視台的演員會 又例如是屬於 新潮流原來的體系 所剩下叫做北流加中流 是新的新潮流 再來呢還有鄭國會 另外還有蘇貞昌系 還有呢是謝長廷這幾個系 所以你加走起來呢 大概真的是有個六大系統 而這六大系統 其實在這次的全代會 其實都已經在雲落 或者是在縮小 或者呢在另類的歸順化 歸順誰呢 當然是歸順賴清德了 那麼現在賴清德體系 借著鄭文燦世界呢 等於把其他的六大系 給整他了 其他的六大系呢 乖乖的 都不敢 有太多的聲音 就算想要爭執 就想要搶位子 也要搶得優雅一點 文雅一點 而且要掂量掂量自己 怎麼講 如果你自己是有暗底的 你小心 賴清德也把你給抓起來 而且抓起來還無聲無息 沒有人會替你申冤 因為呢你最正確的 所以啊 民進黨現在整人啊 大概是真的已經整出個紀律來 他有點像啊 民朝的家庭皇帝在左順門 拿著庭帳把人給打了以後呢 從此這些群臣啊 就真的乖了 因為呢你只要不聽話 他就能派賤啊 拿著庭帳去把人給打了 而現在的態勢變成是誰 變成是這個賴清德所控制的 這些檢察官體系 他呢 可以按照啊 你所做的事情把人給抓了 不過你要是完全沒辦法 他當然也拿你沒辦法 可是說真的他還有另外一個部隊 那就叫網路部隊 你要真的沒辦法 他也可以用網路呢 編造一些謠言 把你抹黑 讓你啊 在高 道德的這個高點上呢 往下掉 所以掉到社會已經死亡 這兩招呢 就是民進黨最厲害的招數 賴清德有這兩個 一個是媒體 一個是司法檢調體系 他大概啊 就能夠對全台灣的所有政治人物 或者所有的這台面人物呢 能夠做出修理 那答案很簡單 在這次的全民代表大會裡面呢 賴清德他能夠完全的勝出 把賴系 僅僅只是在這一年裡面建構的情況之下 濁然而生 很簡單 就是靠著他的司法檢調還有媒體了 現在啊你可以看 連蔡英文一手建立的 這個靖傳媒和靖電視都已經倒到他那邊去了 你認為還有戲嗎 當然現在一定會是賴系一支獨大 而被打壓的最厲害的 當然就是蔡英文系了 感謝你收看